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一些启发 来 我们开宗明义 这次聊王宝强导演的八角龙钟 这是一部根据真正式改编的一部搏斗题材 青少年的成长题材 好 我先给一个评价 推荐观看 这个我给一个大摩哥的推荐 看完了很感动 这是我点印自己买票去看的 非常偶然 我打开猫眼 怎么今天有点印 当然我后来才知道 这是他的一个发行策略 现在此时此刻距离上映可能还有三四天 距离公映还有三四天 他的点印已经点了将近四个亿了 这可能很少见的这样点印的 我们最后聊聊发行 开头我觉得给大家介绍基本情况 导演是王宝强 然后主演也是他 当然还有其他的史鹏源什么的 我们一会儿去讲这个年轻的演员 编剧叫七七和王宝强两个人 七七排在前面 大家注意这个英文名 我觉得还是挺代表这个电影的主题的 Never See Never 永不言不可以这么说吧 故事呢 其实大家可能之前看过相关的新闻 知道根据一个社会新闻事件 我们先不讲这个新闻事件 这个故事是一个叫向腾辉 就是王宝强演的这样的一个以前练搏击 练散打的运动员 因为一些意外的情况 还坐了牢出来混日子也挺辛苦的 他呢偶然呢是把一帮没有人照料的孩子 把他劝成自己的俱乐部的成员 一开始还是假打 希望给孩子找一个出路 通向一个未来的成长路上 找到那么一线曙光 但是呢因为一个偶然的 这个小孩子的搏击视频泄露 这些打引号的残忍血腥的画面 让当时的民众 或者也就是当时的网友 大家不明真相 就觉得这事太残忍了 然后这个事情第一次反转 这个俱乐部就被解散 孩子们都被接走了 向腾辉这样一个教练 他的生活也得到了巨大的被折腾 被改变 那但是到这个电影后来 他有另外一个反转 其实我后面就不再展开了 那主要电影讨论的还是孩子 他们的未来 向腾辉这样的一个很失忆的中年人 也从来没有在自己 真正的想去再搏击搏出个未来 其实从来没有得到什么 真正的回报的人生路上 他的一些感受 他的付出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听着起来蛮传统的 对不对 我其实想跟大家 今天就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看完之后 已经有几天了 我其实想了蛮久的 就是我想怎么能把我的这种感动 传递给大家 我觉得我会聊一聊王宝强 他对这个故事的热爱与克制 我想也聊一聊这个电影 非常出彩的摄影指导 也是我的老同学 比如高一级的师兄 罗潘 他的风格和表达 还有这个电影 我觉得某些方面 我觉得他一定是跟这个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 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对照关系 最后小结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 能让我们几乎忘记 其实曾经六年前 王宝强也第一次当导演 拍过一部不是那么成功的电影 我们几乎都忘记了 这是为什么 所以最后我可能会谈谈个人的感想 搏击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搏击 其实它不只是人格塑造 这么简单 那么是什么 所以我会最后谈点自己的感想 好 我们来第一个 第一拍来谈王宝强的 在这部电影里面呈现出的 热爱与克制 首先我觉得热爱 我认为首先能够感受到 王宝强对搏斗 搏击 或者格斗 随便 他是真的热爱 他也热爱这个故事 他也热爱这个故事里的人 他也热爱真实的人 他也热爱他的虚构的角色 这种热爱 我觉得大家在大荧幕上 他很难伪装 大家去看王宝强 在这里面有很多 通过静景特写 我们就来看这个演员 他自导自演 他的眼神 我经常讲搞运动的人 搞得好不好 或者对他这个运动 对他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不用看别的 看眼神 大家脑补一下 曾子丹的眼神 想一想 方世玉 李连杰的眼神 然后想想成龙的眼神 当然他们不只是搏击运动员 他们是超级巨星 那么就代表 他们更知道如何把自己的眼神 透过一幕击中你的心 我认为在这一点 王宝强通过这部电影 我透过他的眼神 我就知道 他武术也好 搏击也好 运动吧 对他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在他真正的可以走心的 去完整的自我塑造 一个角色形象的 这样的一个契机 他把握住了 我觉得最重要是 透过眼神 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 我的感受 这不是什么影评啊 什么电影理论 我们不要讲这些 就是我作为观众 我在荧幕上直接看到的 这是他的热爱 这种热爱呢 还体现在 这个故事当 不需要他的地方 需要孩子 需要他的搭档 需要那些配角 闪光的地方 他都可以不出现 当然这个电影 他是第一主角吧 但是这个电影 我觉得对其他的人物的塑造 也给了很大的空间 他作为主演和导演 我觉得这很难得 他并没有拍一个 完全镜头围着自己 来回传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我觉得这是他热爱 他是很清楚 他最终也要把 所有的热爱投入到 对这部电影创作 整个叙事风格 感染力呈现上的热爱 所以我觉得这点上 他是一个成功的导演 就是他的热爱是均衡的 他是合理的 去释放在创作当中 他不会说失心疯 因为有些人 他一到创作 他是失控的 毕竟我们讲表演 我们讲创作 他讲控制 那你看运动 其实就是在 最重要的是控制 协调自己的身心 合意反应 这些都是控制 还有一个热爱 我觉得这个故事 基于真人真事 那个新闻我记得 叫恩波格斗 大家网上搜一搜 是不是叫恩波格斗俱乐部 那是他们的人物原型 王宝强自己做编剧 他的热爱 我觉得他是下生活 他的热爱体现在 他可能 倾家荡产谈不上 反正因为他 你知道转型 不做喜剧 不叫转型了 其实他一直是两部分特质 他要发力 自己当导演 不拍喜剧 要拍这种现实主义题材 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其实在市场上 融资是很难的 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些什么 但是拍这个戏 看上去也不便宜 至少是几千万吧 或者大几千万 这样的一个商业片的 规整的一个制作 他不省钱的 那这个融资 我估计他自己压宝 不管是卖房子 还是咋样 反正公司他自己 也比较有钱 他自己投钱拍 自己导演的电影 这样的行为 现在不是那么多了 因为当然你可以说 有些大导演 其实是不是也是用 工资自己的钱来拍电影 那些钱可能是融资融赖的 也可能是之前赚的 这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 对自己的热爱的一个呈现 就是我真的拿出 自己的身家和投资来拍 因为我看了一些新闻报道 也基本上支持他业内的投资人 我觉得肯定后来有一些 在一开始是很艰难的 当你这个事快成了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个片子 看了片花 或者说看了粗间版 后面会有追加 哪怕你溢价了一些 大家有点追 为什么看到这个片子 成色不错 那都是后来人 其实是融资越来越容易 电影行业都是在一开始 零到一的这个点 是最难的 好吧 这也我觉得体现了他的热爱 克制呢 我觉得这个故事 他没有去往烂情去拍 因为我看到好多人 好像说我也听过一些反馈 好像没有看到 自己期待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 每个人的期待不一样 我其实之前就特别担心 这个电影拍成一个动作片 我其实比较担心的 因为我其实对照 我当时对照还是激战吧 激战那个林朝贤导演 我就拍出了一些香港的 那个社会 关于搏斗的一个底层的 也是两个主人公的这个故事 跟咱们这个完全不一样 这个内地的这个恩波格斗 讲的是一个主人公 跟一帮孩子 一起来对抗这个社会的一些 不公的眼光和偏狭 或者说狭隘的眼光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然还有这个主人公 跟他身边的几个好朋友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故事模型上 我看完了之后 我发现他跟激战不一样 走出了自己的叙事风格 然后在一些叙事事件上 没有落入俗套 他明确的也包含了 对于整个社会现状的 我觉得一些打引号的一些反击 我觉得甚至是抨击 或者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 当然有些问题 适度的提出 他也并没有深入的展开 我觉得在座的各位 看我节目的 听我聊天的 或者热爱中国电影的人 大概也都知道 有些问题 他可能也在当下 也可能不能太深入展开 但是我觉得他 这个问题都提出来了 而且他这里面 没有把它特别的 我们电影创作的角度 叫剥削两个字 他没有剥削这些少年儿童 过多的呈现 他们那些残酷的一面 因为其实那样的话 就是要剥削贫穷 其实还是经常的有一些 这是一个商业化的手段 我看这个电影 很多朋友跟我讲 我想看他们怎么训练 怎么怎么样 我其实想说 这样的苦孩子训练 其实蛮狠的 其实电影里面也说了 不听话真的打的 因为那样的孩子 虽然智商大家都是平均 差不多水平 但是他受到教育的背景 你要是没有一定的 在早期的粗放性的管理 其实你都 整个就溃不成军 你都带不出什么人才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 它非常克制 它其实在关注的是 人的命运 关注它一个成年人 和一帮孩子 两代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然后以及对这个社会 它是发出的呐喊 这是我关注的 所以真正的所谓的 让我们调动 这个肾上腺素的 搏斗的戏 其实它放到了 影片最后一段 有一段比较完整的 大概打了两回合 这样的一个搏击的戏 因为单回合要五分钟 两回合反正不到十分钟 算是一个高潮戏 这个高潮戏 罗潘摄影指导 给出了非常不一样的 黑白画面的风格 我们后面可以聊一聊 好吧 这就是我从几个角度 来看王宝强导演的这部 八角龙中 他表现出的热爱与克制 其实我们简而言之 他其实挺可以 把它理解成摔跤吧 爸爸加上 我不是药神的一个合体 这是一个非常粗暴的 但是方便大家去脑补 大概你就知道 这个电影的特质了 这不是什么糟糕的评价 这是一个很好的评价 因为我不是药神和摔跤爸爸 都是各自领域里面 非常成功的作品 各个方方面面 我觉得是比较完整的 王宝强第二次当导演 他就实现了 对照第一次来说 那应该是质的飞跃 这是中国诞生了一个好导演 这是我看完这个电影 心情很好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我们见证了一个 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 应该20年了吧 超过20年了 他的成长 他的真心付出 以及他这20年不变的 某种真诚 可能是运动带给他的 显然在这个行业里面 不管是大众经常会 戴有色眼镜 会看到这个行业 有多么的混乱 或者说有太多的诱惑 我其实都不想去否认什么 我只是说 其实这个行业 之所以能发展到现在 如果只有这些诱惑 只有这些 大家认为一些糟糕的 一些层面 那这个行业不会发展的 为什么这个行业 一直能够 蓬勃发展到现在 是因为有一帮 相信电影创作 热爱电影的人 我觉得王宝强毫无意味 是一位 最有代表性的 在中国真的最有典型性的 我觉得很多年以后 再过三四十年 可能王宝强自己本身 就是一部最好的电影 他的整个人生 应该是一部 很棒的纪录片电影吧 我先不说故事片 好吧 我们第一部分 先讲到这儿 其实后面想聊聊 我的师兄 也是好朋友 摄影之导 罗潘 他的在这个电影当中的 风格与表达 我就是 我就明显 我觉得这个电影 摄影 就是起到非常 鲜明的 把整体的风格 丰满的作用 他会在某些画面上 给出 特别强烈的 情感表达 好几处 哪怕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画面 就把我 深深的打动 这在国产电影当中 其实并不多见的 在这个电影当中 我就随便讲几个画面 我现在回想 王宝强 他这个角色 什么 像通灰是吧 他站在山坡上 因为他刚刚 本来去 兴师问罪 到山头里面 找这野孩子的家里面 找他家长算账 后来发现有一个 残疾 握病 就是重病 握床的姐姐 而且还被男人欺负 他看到了这个家庭 也太惨了 根本没有人能照顾这些孩子 他就一个人出门 站到了山头上的 这样的一个背影 就是这样的一个背影 景深是 他们当地的这些 荒芜的一片山丘 就那种忧伤 惆怅 他的 那一刻 他的人生的思考 他的抉择 其实在那样的一个背影当中 然后转头跟他说 跟我下山 然后就开启了后面的故事 我觉得那个画面 非常打动我 他为什么会打动我 我觉得 当然是剧作在那个点 他需要这样的 一个戏吧 一个戏眼 但是我觉得画面给的特别好 大家记得去看一下 然后我还记得 他在夜里天间地头 给了他一个大概 近特写吧 他点上一个雪茄 他就站在那儿 对着镜头 他也是稍微的愣神了 那么一会儿 我觉得那个镜头 也非常非常动人 然后包括 最后 他在那场高潮戏黑白画面的 十分钟的搏斗戏当中 他站在体育馆的角落里面 有一束光打到他的脸上 在光影斑驳之间 他抽着雪茄 眼里面望着他的徒弟 一步一步的走向冠军 夺下金腰带 就那个画面 就那个眼神 看着全台的那个表情 你就觉得 你忘记了那是王宝强 你就记得 那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 我觉得这个是捕捉的 当然表演的好 他捕捉的真的是好 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 罗潘用摄影机捕捉到了 很多像刚才我讲到的 我在荧幕上 很少见到的 王宝强的影像 他的形象 王宝强也的的确确 这应该是他自己 以编剧导演的身份 这绝对是第一次 让自己塑造了一个 极其丰满的戏剧性的角色 人物 故事 完整 充满了这种创作上的 跟他的表达 想表达自己的 对这个故事的热忱 我觉得是点点滴滴 在这个电影的 我觉得 很多很多很多角落 我觉得都能够感受到 这种对我的触动 比如说这个电影 有几场夜戏 应该说错了 应该是这个电影里面 所有的夜戏 都拍得非常好 拍得非常好 就是照国产店里面 把夜戏拍好的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涉及到 基本的场面 美术 灯光 调度 方方面面 他在晚上 你整体上 你对创作的 设计的要求更高 印象最深的 在影片开始 他第一次把这些 他的这些小朋友们 孤儿们 把他们轰走 他当时 向腾辉 就王宝强这个角色 经营了一个沙场 那是一个 在星空下 夜里的沙场 孩子们各种的瘫软 躺在沙场上 这王宝强站在那 冲他们吼 你们都给我滚蛋 反正就那场戏 就是拍得非常有质感 夜间的沙场 居然能够拍到 繁星满天的下面 然后他的层次 他的锐度 其实我真的 我要问一下 我现在不太敢确定 因为摄影 我没有那么专业 我要去问问罗潘 他这日拍夜 的效果 应该是日拍夜 要不然他不可能 达到曝光的层次 那个锐度 但是他 他又真的 不像是 我们在满江红里面 看到的 我们一看这个 就知道它是日拍夜 他没有那么的硬 我在这场夜戏里面 我看到了非常美的 一种层次感 这么说吧 想起来了 这种层次感 让我想起了 双子杀手 在夜戏里面的 细节层次 非常分明 但是双子杀手 那应该真的是夜戏吧 如果没有记错了 因为当时 他用的高帧率 他那摄影机 他的景深 是细节非常丰满的 所以我不清楚 我不排除 如果这场戏 是夜戏拍的 因为那些星空画面 可以是后期特效家 那如果是夜戏拍成这样 那真的是好厉害 所以我都有点恍惚了 就是那场戏 我到现在 我前两天跟罗潘发微信 我就没有去 论证这个细节 因为我本来想 抽空跟他约见面聊一次 真的很美 然后包括他后面 有田间地头 对刚才说那个 站在地头里面抽雪茄 那也是夜戏 也是在田野里 因为这里面 包括最后 他找到那个孩子 抢劫他在田地里面 去追逐他 最后两人在大树下 扭打 讲话的那场戏 也是夜戏 都矗立的很美 就这种摄影风格 我已经 有一段时间 没有在国产电影里面看到 只是他对整个夜戏的 美学的摄影风格的建构 是非常细腻完整的 包括我说的都室外 还有室内戏 灯光 他有一场吃火锅的戏 那个是情感比较冲击的 一场戏 也是夜戏 大家要散伙了 那场戏 我觉得给人的印象也很深 然后讲到摄影 毫无疑问 最后的重点是 大概十几分钟的 这样的一个两回合的 自由搏击的赛场画面 整个我觉得 画面的调度 近身 贴身的摄影 他应该是 我脑不出来 我觉得真的跟基站拍法 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基站强调的是 拳拳到肉 打的那个特写 人脸的变化 其实 其实有点 按照广告摄影风格 就是给我看 或者漫画风格 他会让你看到 放大的细节和局部 这是 我觉得 当年基站 给我留下的印象 所以我当看到 这场戏的时候 我觉得摄影师 他更多的是 尽可能近 尽可能近 巴不得贴到你脸上 拍到这种呼吸感 和听到 两个运动员之间 肌肉 骨骼相撞的声音 他要的是这种风格 而且它是黑白的影像 颗粒感也很强 然后做成那种高反差 大光对比 然后黑和白 这种冲击力非常强 然后 他要的应该是 即时的感觉 所以我脑子里面 对应的 我说不是基站 我想到的 当然也不是 愤怒的公牛 那愤怒的公牛 他还风格化了 我觉得能跟 愤怒的公牛 平起平坐的 我觉得应该是王家卫 拍一带宗师 我觉得 这王家卫自己说的 大家不要乱讲 王家卫自己说的 他拍动作戏的时候 脑子里面 对不起 不是王家卫 是李安吗 对不起 我突然又谎豁 来评论区告诉我 给我揪一下错 是王家卫 还是李安 他致敬的 其实是愤怒的公牛 好像是王家卫 对不起 这个地方我恍惚了 然后这个地方 我想到的是 Warrior 是斗士 勇士 就是两兄弟的 那个搏斗的电影 那个是美国 自由搏击 MMA题材里面的 巅峰之作 我只是说 这种摄影风格 让我联想到了Warrior 我当然也没有说 夸赞国产片 也不用夸成这样 还是有差距的 在不管是拍摄上 还是更不用说 在整个叙事上 Warrior 我觉得那真的是超爱的一部 搏击电影 但是真的那种 罗潘 摄影指导 在这场戏里面 他跟王宝强的 我觉得双方的沟通和创作 给出了这种 临场的真实的感觉 你要说遗憾呢 我觉得 史鹏源的 在故事里面 他为了这部戏 他为了这十分钟啊 我们对史鹏源提一个 更高的要求 他应该把自己的 整个的身体素质 这个我是专业的 我说话负责的 你如果望我的 投入三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做到 看上去好像跟你 在那场戏里面对手 一样的身材比例 肌肉 这一样的比例 三个月 你有非常专注的 营养师和健身教练 就可以 史鹏源为什么 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这个并没有指责 他的意思 大家不要去过度隐身 我只是说 这是这个电影 让我觉得 唯一有遗憾的 一个地方就是 史鹏源最后 这很重头的一场戏 他要拿冠军 他要让这个故事 变得更加幸福 他至少我觉得 当然注意基站 咱们知道 这个基站里面男演员 他们其实就是 用这种方法 魔鬼训练 张家辉 当时拍那个戏 48岁吧 如果没有记错 当时48岁 我非常震撼 我把他的造型照 我都知道 他那个是短时机内 用一种 反正可能也不是 那么健康的方法 这是我道听途说 我不敢确认 我就是可能会 通过一些药物 刺激 他在短时间内 达到那个效果 但其实就是说 正常的 你很科学的 饮食计划 和健康训练方式 不用多 大概就是90到100天 你会整个外形 会有一个 就是颠覆性的 改观 其实是可以满足 这个电影的拍摄的 所以 我这个地方 就是还是提醒 我们的创作者 就是当你们要拍 这种硬桥硬马的 这种时候 我觉得史鹏源 就目前那个身子板 他的那个胸肌啊 整个的肌肉结构 他距离像这个故事里面 最后要交付的 这样的一个自由搏击的冠军 还是弱了一点 特别是他的对手 那个演员 是一个应该真正的 搏击运动员 那人家的肌肉线条的 整体的感觉 是非常合理的 我觉得他要跟他 至少能够对位上 他要知道 彭于晏和张家辉 在激战里面 我觉得至少大家 从身材上 不至于太质疑他 但是彭于晏一直这样 体操呀 搏击呀 自行车呀 就是基本上 拍什么电影 先让自己成为 那个运动电影里面的 运动的专家 没有那么难 我觉得鼓励一下 我们的年轻演员吧 以后要接这种戏 如果要接 这个真不是方法派能解决的 你是要去 用体验派的方式 好吧 去锻造一下 自己是多好的机会 其实真的 导演有什么导演 看中我这个老帮菜 万一请我演一个什么角色 我肯定就是放下手上 所有的事情 我先去做好那个运动 哪怕演一个配角 我都愿意 这是我的兴趣爱好 这不是我的职业 开玩笑 但是这是一个心情 好 这就是我对第二趴 对罗潘的摄影风格 大家真的去 多看这些细节 在大荧幕上 这是一个值得 细细回味的电影 包括在整个画面呈现上 第三部分 我说了 我说这个电影 刚才提到了 我不是药神 我觉得这个电影 特别巧 就是他明显的感觉到 他也是这种 被人误解的 underdog的故事 就是算是底层人 相对而言的底层 其实人家生活也蛮好的 也没有那种 吃不上饭 不至于 但总是也是受过难的 蹲过耗子的 进过拘留所的 然后也上过电视 被人误解 后来也出过名 总之人生有点小波澜的 这样的人 这样的故事 其实跟我不是药神 他的整体的故事 框架结构 和对中国当下的关照 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个很正常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电影 对不对 其实都会关注于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 那么被 我记得有两场戏 就是特别典型 跟他有这种呼应关系 一个就是 首先这个整体的故事 我说了 都是被同情的 好人陷入困境的故事 这个大框架跟 我不是药神很像 这两场戏很具体 就是我刚才说的 在室内的夜戏 散伙饭那场 我就脑补 我看的时候就觉得 这不就是 我不是药神 徐正跟王传军 他们一帮人 也吃了一个火锅 也是火锅 也是个散伙饭 在那个戏的质感 真的 都可以对位 蛮像的 另外一场戏 也特别逗 就是王宝强在车里面 在停在车里面 车窗外面 映照着路人 那种穿剧便利 喷火那场戏 大家如果看到的时候 这不 这也是徐正 还是在国外 我记得也是遇到了什么 当地的民俗的游行的队伍 也是放烟啊什么的 就这两场戏 也特别对位 注意啊 这个地方 我倒不觉得 这是什么 千万大家不要误会 什么这是抄袭 或者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我觉得可能形成了 某种致敬 因为创作上 这种层面的借鉴 我认为是合理的 因为它有效 而且它的确符合 这个两个故事 类型都很 很像 人物关系价格也很像 所以这种在创作上 是合理的 互相学习 当然 这王宝强如果跟我说 他没有看过 我不是要神 我不是要神 对他 完全没有影响 这个 其实 我觉得也 我也不太信 借鉴多少 这是每个创作者 反正 有自己的 创作的 对自己的一些 要求啊 对自己的一些偏好啊 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电影 如果你喜欢 我只虽讲这一段 就是 我认为它是把 摔跤吧爸爸 和我不是要神当中 比较合理的 一些成功的 一些创作规律 为自己所用 在原来的真人故事的 事件基础之上 也做了合理的改编 呈现出这样的 八角龙中的一个故事 我其实是非常喜欢的 我自己是在这里 只是跟大家 建立一个联想 建立一个联想 应该是 是一个有足够的娱乐 也很均衡的 对社会的关照 然后也恰如其分 非常符合王宝强导演 自身本人气质的 现实主义的这样的故事 真的觉得比他拍喜剧 给我的惊喜 多太多太多了 好吧 那最后我们 大概的小结一下 就是对这个电影的感受 最重要的就是 他让我都忘了 王宝强当演六年 还拍过一个叫 大闹天竹的电影 我真的忘了 我那天朋友聊天 说这不是他第一次当导演 突然发现 对对 我想起了他以前拍了个啥 我上网一查 2017年 但是我们要讲 王宝强自己可能 接受采访的时候 后来我看到一些短视频 就是他们在推宣传 其实他自己提到 当年第一次导演 没那么成功 他也特别实在 所以给他第二次融资 带来了困难 但是 我觉得他可能 是不是热爱运动的人 热爱搏击 或者说 就是通过运动 经受过 很多很多次挫折教育的人 在困境当中 他就习惯性地逆境而上 所以王宝强 可能克服了所有的 这个电影的前期的困难 应该是唐人街探案3之后 我们应该很少看到 他其他的作品吧 都应该一直在 准备这部作品 所以我们 小结一下 就是我对王宝强 这样的演员 现在他也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导演 我们可以更完整地 去了解他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人家花开两枝 一方面 就是 咱们自我审视一下 就站到王宝强的角 自我审视一下 其实八角龙中 他毫无疑问 是延续了 人家原本出道以来 就确立行业地位的 在早期盲警 后来哈罗树先生 天柱定 天柱定里面也有他 他本来就是自带的一种 证据的气质 和严肃的角色的塑造能力 这个是 包括天下无贼 那其实喜剧的点 也不完全在他身上 对吧 他也是很正的一个角色 这一次是抛弃了 大众娱乐市场 对他传统的认知 从最早太久 然后大闹天竹 唐人家谈案这个系列 代表的喜剧方向 他抛掉了这个包袱 他要大胆地让自己 内心深处 他自己本人的形象气质 和他的过往的成长经历 最契合的 比喜剧更契合的 其实是证据 所以现实主义题材 所以现实主义题材 这样的一个叙事的视角 跟他自身的创作者的气质 天然契合 当然这个地狱笑话 就是说我看到朋友 有朋友说 陈自成是不是拍这个 肖氏的他也天然的契合 我觉得这个 太地狱笑话 太狠了 好吧 这个是王宝强很勇敢地 做出了一个 应该非常正确的决定 也不叫正确 就是我觉得他会 一直走下去 他还会拍喜剧 但是我知道他内心 他一定会更爱 八角隆重这样的题材故事 他后面还会拍 跟运动 跟武术 跟搏击 跟他自身的形象气质 和他的热爱 更加绑定 更紧密的故事 他自己编剧 他自己导演 甚至他以后 他也做监制 应该是做这样的项目 喜剧可能他就是做演员 去演就好了 所以呢 基于他自己对运动 对搏击的热爱 更能够帮助 他作为创作者 把个人的情感 投入到电影的情感当中 然后传递的是很准确的 我在开头讲了 就是他的眼神 大家也看一看 其他演员的表演 其他演员的眼神 只要是运动 如果你这个眼神不正 你这个表演 根本无法建立 那么他自己的眼神 能够确立 那我们看他作为导演 指导其他演员的表演 他对眼神的要求是怎样 所以这个电影 拿去看眼神就好了 然后还有刚才我提到了 我觉得我不是要神 对这部电影的创作 和市场层面的双重启发意义 我觉得还是值得一提的 反正给我的这种 很自然的联想 好吧 那整体上八角龙中 我觉得表演 导演 我觉得王宝强作为 第二部导演作品 他应该还算新导演 在中国当然第二部导演 算新导演 我觉得他抓住了 创作的核心 然后摄影非常出彩 这是建立在 主创彼此之间 高度的信任基础之上 我刚才说了 地狱上话的陈思成 也是王宝强的好朋友 好像我也看网上有 他自己接受采访说 做后期没钱的时候 也都是陈思成 伸出援助之手 这都是兄弟情 也都是这么多年 累积下来的 所以这也是包含着 一个兄弟情的电影 在荧幕上 毫无疑问 也都是师徒情 也都是 算是兄弟情 雄性的荷尔蒙 我觉得比较饱满的一部戏 好 这就是我对这个剧的 一个内容上的感受的小节 我自己后面还是想 因为这也是我很喜欢的 故事题材 我也很喜欢运动 我自己也有过一年的 自由搏击的散打 其实当时学的是散打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练过一年 我又喜欢户外极限 耐力运动 朝马月跑登山 就户外运动这种 我一直很喜欢 我一直还想去学拳击 我不是做了精神手术吗 然后就去年 没有启动学拳击 我想让这个眼睛稳定一下 其实在昨天吧 还是前天 我还刚去 精神手术之后都九个月了 我去做医院去做复查 结果还没告诉我呢 所以你看我就慢慢来 这些运动都想尝试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为什么人要搏击 不只是故事当中的青少年 现在搏击是不是 我们中国在这方面 有几位男性和女性的 职业的自由搏击手 已经在世界拿到 最顶尖的金腰带 这是在几年前 可能多年前 我们都不敢想的 我其实之前老讲过一句话 就是体育呢 不只是强身健体 它关乎的是人格塑造 在体育当中自由搏击呢 我觉得又不仅仅是人格塑造 在中国的当下的现实 放在全世界其实也一样 特别是在这个故事当中 它更关乎的是逆天改命 就这个太厉害了 就是采访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说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拿金腰带 他很穷 他很惨 没有人关心他们 没有人养他们 九年义务教育 接受都很困难 但是这个电影后来 背景也介绍了 一些孩子还是政府 当地都支持他们 让他们得到了 很好的义务教育 但是很多时候 人在绝境当中 搏击可能是 为数不多的 一些改变自己生活 改变自己命运的 一个抓手 中国呢 我们通过这样的故事 在现实当中 我们了解了 恩波格斗这样的故事 那在美国 是不是也有很多 这样的电影 关于篮球 都是底层海色的出路 我们看过好几个 就关于很多黑人 打篮球打得好 从初中到高中选秀 然后去上大学 最后被NBA选中 其实这个在美国 它是一条路 在中国我觉得 目前你看很多职业科 被这样训练出来 职业化的比赛 搏击曾经是 现在还是不是我就不敢讲了 还有曾经的少年软式棒球 现在都改硬棒了 少年棒球也这样 早年都是穷孩子打棒球 也是一小波人的一个出路 因为我当时也是开发过一个 少年穷孩子打棒球的一个 原型故事题材 那个故事也非常非常精彩 这版权我早就卖给一个电影公司 他们一直在开发 买了反正当时很多年的 至少七八年的这样的一个版权 希望他们能够开发出来 所以我这里面逆天改命 它是注意有限定的 因为在随着社会发展 专业化 体育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们会越来越看到 我说的这种 通过搏击也好 篮球啊 什么棒球 其他的很多竞技体育 超越人格塑造之上 来逆天改命 说实话 现在这个概率比例在降低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科学 讲方法 讲的是整个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 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 你刻苦就能解决的 更多的是要科学训练 甚至是高成本的投入 高技术含量的投入 比如网球 比如说滑雪 比如说这个冰雪项目 对吧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谷爱玲啊 这些 基本上代表了一系列 都拿奥运会金牌的 他们都是多年在他们身上 累积资源 加上他们的刻苦训练 加上他们顶尖的教练 这样的培训计划 和比赛环境 所以说 逆天改命是曾经至少一段时间 或者当下很小的一个比例 但更多的其实是要让竞技体育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 培训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 因为我们越来越了解到 中国以前的金牌策略 包括现在其实也是 很多项目都是国家举国去 去追求这个体育成绩 那现在也更多的年轻一代的家长 意识到从小让自己的孩子 去从事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 这是我最倡导的 我身边的我的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都 孩子都长大了 在从过去很多年开始 就开始问我雅迪孩子 应该参加什么样的体育项目运动 我当时就给两条基本原则 这个话我说过很多遍 第一呢 它最好是一个身体对抗性的运动 比如搏击 当然不要尽量少打头 如果社交博记要带着护具 也少打头 有身体对抗 你要了解身体被击打的感觉 人和大自然 人和人之间要有这种对抗 不要做温室的花朵 那么很多运动都是身体对抗式的 那篮球 足球不都身体对抗 橄榄球什么都不用说了 第二 要尽量是一个团队项目 要么是身体对抗 要么是团队项目 那么两者同时成立是最好的 棒球 橄榄球 足球 其实很多都是符合这个条件 让小朋友从小 如果能够两个原则都打成是最好 至少保其中一个原则 就要么是一个团队项目 要么有这样的身体对抗训练 这是我一直给身边的很多朋友 我的切身感受 我的所得 给大家的一些参考 所以说回来 那到底什么是体育啊 其实我们当年有句话 流传了几十年 大家是不是就忘了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这话谁说的 大家往上查一查 这个时代 我真是觉得 是不是 我不知道贾长科 导演说不说过这句话 我只是在网上看到 我不确认他说不说过 他说当下的中国 需要更多野蛮的人 在气质上野蛮的人 我延伸一下 我会觉得这个时代 的确也需要更多 体魄上野蛮的年轻人 这里面说的不只是男人 女人也一样 野蛮不是一个 多么听上去一个可怕的词 体魄的野蛮 就是能够非常好的一个精神状态 一个身体状态 一个身心状态 一个大脑 可以自由的 跟自己的身体交流 身心合一的 去跟自然和社会 和周遭人建立关系 这样 其实 野蛮是一个底层逻辑 体魄的野蛮 是一个底层逻辑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做到 激发治理 拓展视野 磨练意志 至存高远 人格塑造 最终 以德服人 好吧 这说到哪去了 这个传统 儒家文化又出来了 为什么调侃刚才说到 以德服人 其实 现在 别说德了 我们要说 德智体 全面发展 我记得这是我小时候 所受到的 最多的教育的一句话 德智体 现在我想把体育 其实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讲 因为它不再只是身体健康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电影让我感受联想最多的是精神健康 现在 如果是都市的家长朋友们 我的节目应该很多都是在大城市里面生活的年轻朋友或者中年朋友吧 如果你们应该都能听说最近 关于心理精神疾病 它的爆发年龄越来越小 很多现在 别说大学生 高中 初中 到小学 现在内心的在精神健康上是一个巨大巨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严重了 因为这个话题相对来说其实比较敏感 它的敏感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数据其实并不公开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在大学工作 有些就是在宣传口的 我都不要说中学和小学 就在大学 就在此刻的2023年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季 我只说那些最顶尖 那些最核心大城市的顶尖院校 大学 自杀的人群 都是个人群了 你看我用这个词 它就已经不是个例了 至少两位数 我就数字我都没法去讲 也没法阐述 因为官方没有确认过 我也不能乱讲 那抑郁 焦虑 双向情感障碍 越来越多的这种精神健康问题 我觉得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就几年吧 五年 还十年 成为了一个社会的主流话题 但是它越来越向年轻人群去下沉 这个是要命的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我个人无法短期在我们这个 乌海西尼玛这个系列里面去展开讨论 它很复杂 它关乎于整个社会的向前的发展 每个家庭结构 每个个人的结构 每个人在个人的追求路上 我们的经济条件 我们所处的是乡村 城镇 还是城市 最重要的是 我们接受到是怎样的教育 我们周遭的亲密关系的构架是怎样 你是一个父母都在自己身边 然后对自己都非常关爱 还是关爱过度 还是有的时候 它就缺少父母的关爱 只能跟老人生活在一起 还有一些像我们电影里面 它是孤儿 野孩子 没人管 那么这样的巨大的社会问题 其实我觉得 借着这部电影《八角龙》中 表面上 为什么要通过自由搏击 要搏出一个自己的未来 那是因为 如果他们不做任何的改变 他们就没有未来 他们可能比心理健康问题 可能更加严峻 他们可能是这个问题 可能爆发的最彻底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跟这个荧幕前面的观众 在城市这个电影上映之后 看到这部电影的各位 大家大部分都生活在城市里面 我们的孩子都在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最近是不是很多的新闻 都关于青少年的霸凌问题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已经超出我的承受力 未成年 比几个未成年 比另外一个未成年 吃大便 大家能想到吗 我怎么觉得 我突然回到了 前人类文明时代 就是让人发指的这种 毫不疑问是 青少年犯罪问题 这对人的霸凌问题 对内心的创伤 这种包括青少年 彼此之间的伤害 还有更多的可能在家里面 缺少关照 还有一种很多人忽视的问题 我这个地方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叫制造白痴 是一个法国学者 一个320页的书 后70页全部是引住 非常严谨的 一个社会学的著作 在讲 电子产品在过去十几年 对我们整个人类心智的 负面的影响 特别对青少年巨大的身心的损害 最终的结论是 6岁之下 0到6岁不要使用任何的电子产品 我都知道这都很难 因为我身边就近距离观察 别说6岁之下 两三岁 三四岁 就已经iPad玩得很溜了 然后看很多时间都在看电视 这怎么办 实际上小朋友应该尽可能出去玩 跟人互动 跟大自然互动 6岁之上也是有限制的 使用电子产品 对不起 我只能讲 这是学者的一厢情愿 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残酷 总之你看 我们从我们的家庭 社会 教育机构 然后到我们的个体 人和人之间 在不同的环境下 目前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环境了 当然如果你身边的孩子 你的孩子还健康的成长 受教育 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我们要知道 这是一个中国14亿人口 我们的青少年至少是 或者未成年人 可能至少是吧 几亿人吧 青少年 18岁以下 包括18岁以上又怎样呢 现在刚刚进入大学 很多现在大学生 我觉得是在两极化 要不然就特别成熟 要不然就特别不成熟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社会急速现在发展 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总之八角龙钟 让我刚才就聊到这儿 突然就引申出这么一段 我觉得要跟大家 还是多唠叨两句 这是这部电影 我觉得它是有社会责任感 它是一部成熟的 主流娱乐作品 它不只是能够让我们 能获得这样的一个 故事层面上的愉悦 更重要的是 引发我们对现实层面 生活的关照 和对社会问题的一个思考 当然在我这样的一个播客 节目里面 我就点到为止 我觉得大家会更多的去 关注当下的一些社会的 一些新闻事件 我们应该去更多的 彼此去多一些讨论 当然我觉得这个 我对那些 现在社交媒体上热搜榜 都是很多娱乐话题 其实我是建议大家 其实可以直接忽略掉 真的 我觉得可以把这些时间精力 去关注一些别的 好吧 这个就说片了 好吧 我们就撤回来 撤回来 所以我自己 跟大家分享我的播客 大家看到我的播客 其实拆成了很多专辑 从开放对话 慢慢地拆出来 这是物外吸尼码 是聊电影的 这是我其实内容很多 还有跟 比如年轻20岁的 年轻人交流的 思维共生 然后还有一个 单集付费的一个专辑 叫关亚迪 差集九秒 差集九秒 什么意思 我觉得跟今天 这个电影的主题 真的好像 因为差集九秒 这是我跟我的 播客圈的好朋友 樊一如 樊叔 我们在一次吃饭 闲聊天的时候 我说我要做一个 户外极限耐力运动的 自专辑 它能够代表 我一生的追求 和我真正的人生 下半场的 生活方向 我也跟他 巴拉巴拉 讲了很多 我们俩就 脑爆出了 这样的一个 四个字 叫 差集九秒 就刹那的刹 什么意思呢 我想在这个地方 最后 借今天 这个节目 我想再 认真的 阐述一下 差集九秒 就是 在你我漫长的 几十年的 一生当中 当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对于这个世界的 存在而言 每个人的一生 也就是如一刹那 转瞬即时 所以呢 我会觉得 我需要珍惜 每一天 把这如一刹那般 短暂的人生 尽可能投入到 追求拓展 生命极限体验的 一场又一场的 冒险当中去 然后在我的 人生的冒险的旅途之上 这段人生路 就像八角龙中的 一场 不知什么时候会 停止的 自由搏击赛 在拳台上 你我可以在任何时候 被对手 击倒在拳台 没关系 我们可以接受 被击倒的疼痛 可以允许自己 倒下之后的崩溃 让自己稍作喘息 但是 当听到拳台上的裁判 足秒 从一 喊到九的时候 你必须重新 从拳台上 再次站起来 让这场比赛 继续下去 如果又被击倒 那就最多 再休息九秒钟 再爬下来 再继续 直到生命的终点 这就是 差击九秒 The ninth second 当然还有一个谐音 差击 是charging的谐音 我希望我的播客 就像一个 充电站一样 然后在你人生 困境的时候 可以经常来我这 充充电 好吧 我这本来聊 王宝强推荐 观看 他的八角龙钟 我怎么又要给 推荐观看 八角龙钟 最后怎么聊到 我自己的播客的主旨 可能我们之间 还是热爱运动的人 还是有共鸣的 电影即将在全国供应 希望大家能够到 一幕当中去 电影院大一幕当中 去感受这个故事吧 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 你的感受 记得回来我的评论区 来跟我交流 好吧 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拜拜 拜拜